第2次的评比 我现在已经完成了我第二次的评比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我的答案了 前三名就是让他退出好啦 OK 那我呢 应该要选三款 对不对 但是我想要先跟大家 去讲这四款油 好 这四款油 那这四款油为什么我特别挑 其实除了颜色大家能够立即可变之外 就是它的味道 比较是没办法用肉眼看出来的 那我也觉得我有义务来告诉大家 这四款油差异为什么会挑出来 就是它的油的本身的香味是 有明显的特色的 好第一款油呢它就是有点果酸香 好左一的这一款 那左三的这一款呢就是 我觉得它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甜香味 那左四的这一款呢 它就有很明显的药槽味 好那五六虽然颜色深 但是香味却不是那么的有特色 那最后一款呢这个颜色很深的这一款呢 右边第一款它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一股 这个炒气味 冲味 所以这四款油是我觉得味道最有特色的 好那么我在从四款当中 如果我要挑选我喜欢的前三名的话呢 还真的有点难 因为味道跟颜色 比如说它的果酸香还蛮有特色的 但是它颜色不漂亮 那这一款呢就是它颜色非常漂亮 可是那个草气味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好闻还是不好闻 好那我还是静下心来 再比较一下 好选择一下我最后的前三名 我还是再闻最后一次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我的答案了 好那这前三名 第一名就是让它退出好啦 最后就是这三个了 好那我最喜欢的第一名就是这个 这一款喔 它的味道真的是甜香 而且油脂非常的滑润 好然后我的第二名就不选啦 因为这两个气味真的差太多 而且颜色也差太多 它是最淡的 它是脆浓的 它是果酸味 它是炒气味喔 那我选它的原因就是因为 它的味道真的非常有特色 但是我不能说我喜欢它的香味 好那么现在我已经把这个盲测做完了 再来我们就是公布答案 好真的是蛮有趣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OK那我就拿出我的小本本 来看一下他们各自是谁了 当然就从我的第一名 第一名是1号 我老公写的超小的1号 好第一 1号就是我做的第一款啊 就是当时最早做 然后拿来做油膏那一款 我自然是最喜欢它的 那它的特色就是味道非常香甜 然后油脂非常的滑润 而且没有杂质 好那我们就再回顾一下 它就是用这个左手香叶 先去做干燥 然后是左手香叶有被我干燥到太热 就是有点咖啡褐色这样 那我再去做这个 用Maria Noella Grove的方法 50%酒精 然后没有再经过加热 就直接搅打的萃取法 好居然是它第一名 好就是它了 它是我心中的第一名 好放在这里好了 好那我心中 心目中的这另外这两名呢 我来也来公布答案吧 那就先从这个炒气味的 登登 7号就是最后一款 其实我有在想 应该是那最后一款 我记得我在过滤这个 最后一款的时候 我就发现它颜色是最绿的 果真就是它 好 那它的做法刚好跟这第一款呢 有点类似 它也是干燥的香草 好把它拿过来好了 干燥的香草 干燥的左手香去做的 但不同的是 这个可以算是高温 有点偏高温的干燥左手香粉 那这是偏低温的 好偏低温的结果就是它比较绿啊 大家有没有看到 比较绿 但是它的气味就没有那么甜耶 我也发现说这个低温做出来的粉 它会保留好像那个青草味 所以我才说它有一股炒冲味 那是但是高温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高温导致的所谓的霉纳反应 大概应该知道霉纳反应啊 嗯我在做手蚊造影片好像都有讲喔 就说我们比如说我们用 嗯这个青氧化它强碱或是热喔 去对这个奶类啊 糖类做做这个溶解的时候 都会有霉纳反应嘛 那在食物当中霉纳反应 就会产生香味 或许是因为这样 所以这个干燥左手香比较偏 高温的干燥左手香 反而是有甜味 那低温的这个左手香粉喔 反而是偏草味的喔 好这如果有人很懂这方面呢 欢迎来回答答回答我的问题 好那再来就是最后这个 也算是我的钱两名啦 但是比起来我当然可能会偏好这个 因为颜色比较漂亮嘛 好这个是什么 好第四款 我们来看看第四款是什么勒 这个第四款就是 好传统做法的 也就是直接用新鲜左手香 没有做干燥 好没有做干燥之后 我们拿油去脆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 我跟传统做法不一样喔 还是有差别 传统做法是小火油炸 直到这个叶子酥喔 但有些人就是温度控制在 80度以下 那我是控制在60度左右 所以我就是更低温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脆到 这个左手香变成硬酥喔 但我不管它 我不想再花那么多时间喔 那这个就是传统的做法 那因为它是新鲜的嘛 所以它带一点点酸味 可以去推理喔 这可能是其中的原因 然后它的油脂也是偏水喔 然后颜色没有那么的绿喔 因为它可能还有带有很多水分在里面喔 好但是它就是有一股果酸味喔 真的是蛮特别的 OK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前三名啦 那大家都知道了吗 醉取的方式不一样喔 我要给各位看一个什么呢 就是这是不是我做的那第四款萃取油啊 它就是用新鲜的左手香 然后直接对油加热做萃取 还记得我说的 就因为我不想要高温 那么我就只有低温萃取三十六个小时 接着呢我就并没有把 发现它的油水分成 所以呢我也就没有对它做过滤了 可是从制作到现在 已经过了两个礼拜 我开始发现喔 它有一点变质啰 就是说它 开始好像有点发霉的现象 嗯 你看里面有很多的杂质 原来没有这么多的喔 所以那些水分喔 就加速了这个油品 它的这个变质 嗯 所以如果呢 大家想要用新鲜的香草去做萃取 就会有这个风险喔 你一定要把水分完全蒸发掉 或者至少要滤干净 好 那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啰 那么再接下来就是这四个啦 这四个呢 我自己个人认为这个是有炒药味比较重 那这三个味道都是比较偏淡的喔 虽然它们颜色比较深 好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它们各自是什么 好 哦 第二 左二这个是 三号萃取油 好 那再来这个 是 哦 五号萃取油 这个是什么 二号萃取油 再来这是 六号萃取油 好 那我来看一下啰 二号萃取油就是 左手香炸出源之后的叶渣 所以去萃取出来的 那我们这样就很明白了嘛 因为这几款都不是叶渣 它的那个 没有先把左手香汁炸掉 而是这两款是直接做干燥 这个呢是直接萃油 所以可想见这三个 它的香味一定是比较足的 好你看我用实验就去看出来它了 所以我们不一定不纯粹是推理喔 我们还进一步做实验去 发现它真实的现象是什么 这个是第三 左手香茶去做 泡了左手香茶之后 再去榨汁 剩下的叶渣萃取喔 所以呢这个 颜色一定会比这个还要浓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是 热水 再浸泡了 然后再榨出来的汁 榨出来的这个水 我都整个滤掉 所以 会滤掉更多的 这左手香的成分 也就是说它很多的成分是 跑到水当中了 跑到那个左手香茶当中了 所以它的叶渣当中剩下的成分 就一定会比较少嘛 那所以它的颜色就比较淡了 那但是呢 以气味来讲喔 其实两者差异不会很大 就是这个左手香汁的 这个颜色比较浓一些喔 好这个第五呢 五号跟二号是一样的 都是用叶渣去做萃取 那么五号呢 是有在加入一些干油在当中喔 五号会确实 加了干油会 确实比较香一点点 好 那我现在要跟大家再讲一个 就是比较好玩的 就说 因为有不同 有同学 粉丝寄左手香给我 好然后 他们寄来的左手香 都有他们自己家的味道 跟我的左手香味道 还有我曾经跟别人买的 左手香味道都不一样 所以呢 你们可以真的自己种你们的左手香 然后就做出你们自己有加你们家特色喔 那个地方风土特色的左手香膏 好这个其实就是所谓 在这个草药学当中里面就是很重要的一环喔 我们是用自己家园的这个植物喔 去种出来萃取 然后做出我们想属于我们自己的油膏啊 或者是手工香皂 好最后就是第六款啦 他没有加甘油 但是他我有讲 他是浓度是他们的两倍 就是这个都是1比8的关系 左手香跟油是1比8 那这一款呢 就是左手香跟油是1比4 所以呢 他出来的这个油的颜色 就确实就比较深啦 他的香味怎么样呢 我可以再次再闻闻看喔 看看有没有更浓一些喔 其实没有耶 我并不觉得他是有香啦 炒味比较重喔 但是我觉得5号 虽然他是1比8的关系 就是他虽然是比较淡喔 但是5号比较香 对 好所以我现在可以确认喔 一点 因为当时这5跟6呢 我是用同样的左手香榨汁之后 然后我用两个不同的浓度去做萃取的 那他的结果是呢 虽然他浓度高喔 但是他的味道却比较淡 然后他的浓度低 但因为他放了甘油在当中喔 所以呢 他的浓度呢 他的香味却是比较明显的 好那如果以综合来讲 你如果是用叶渣的话 你可能可以考虑就是说 如果想要香味的话喔 我就是用原汁去炸 然后加一点干油去萃取 然后萃取的时候呢 这个浓度喔 就是左手香跟油的比例喔 这样浓度去提高 就可以做出香味也比较好 然后颜色也比较漂亮的 左手香萃取油啦 OK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节目呢 那我是个人觉得我有很大的收获 我把所有的 所有的比较过程结论也都 放在这个影片当中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 看这个我的实验的成果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那有关这个萃取油的制作的方式呢 可能会放在之后的影片 那有部分呢 我应该会放在这个会员影片喔 然后来教大家怎么制作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